上班這檔事 什麼 什麼 只要出一張嘴 可是他年薪過百萬 我們這個節目講到數字 恐怕我們收視率的數字 也會不錯 真的 誰沒有接過這種來銷售東西的電話 而且他年薪比較百萬 百萬他一個月薪水有十萬塊左右 可是你常接到這類的電話嗎 我比較小但是我先生常接到 因為我的號碼比較少人 那個 你怎麼知道他常接到 因為我家常受到有的沒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說快遞又送來什麼 我問他說怎麼會有這個呢 他說那天誰打電話給我推銷 我就買了 會不會是有女生打電話給他 他第一次說 你不要再打電話 我信用卡辦過了 吃吃看齁 我覺得你一天都很挑撥 我們會不及感情 這不是吧 真的這樣不好耶 老師開始意思 因為我來主持節目要老公允許 哪天他不爽 對啊 他會不開心 製作單位就麻煩了 麻煩 麻煩 你知道真正的愛情是什麼嗎 是什麼 就是看許惟老師跟他先生的愛情 什麼意思啊 我現在想彌補我剛剛講話 我講真的耶 我覺得男生可能他的手機 常常留在什麼地方 所以常常接到這種耶 我就常接到這個 你常接到對不對 對 一開始然後我以為是我朋友還是什麼 然後講來那個溫柔的女婿 誒 陳一生喔 然後誒 誰 然後就開始慢慢聊 跟你很熟的樣子耶 他們很會講話 超會裝熟 而且你會掛電話的時候 你會不好意思 對 你會不好意思掛他電話 對 因為他那個語氣啊各方面 就很誠懇這樣 出手不打笑而已 也很奇怪 因為他們英文說電話銷售術 就是人不出面 只是靠打電話銷售 他叫什麼 他叫做 就是冷冷的call 通常你應該碰到的都是冷淡的對待 可是能夠close結案的 都是跟他變很麻吉人 就跟他買了 很奇怪 英文有這個說法 有啊 他就是 make cold calls 哇 今天有幾位達人來現場 對 我們要聊一下他們心路歷程 有一些拒絕的話 怎麼樣比較不傷他 怎麼樣不傷他 對啊 可是第一位我覺得應該聽到 很傷人心的吧 對 接電話接到暴怒的王思佳 我是軟是吃軟不吃硬 但最好不要在我睡覺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火大對不對 火大對不對 會抓忙 對 好 第二位是口才一流的資深記者 江中博 沒有 剛剛徐威老師說什麼 Make cold calls 對 你如果能夠把 Make cold call 叫做Make hot dog 我告訴你 沒有推銷出去的東西 什麼什麼 講話平常像黑人一樣沒關係 但是只要 一電話行銷就要變 徐威老師一定會成功 你們自己說 徐老師的聲音 徐老師的聲音 會很 就會一直很想上 你的聲音可以把 冰塊賣給 艾斯基某人 真的有用 買了一堆東西回家 都一堆的那種 對 所以我們公司啊 免付費電話 都是我的聲音去錄音的 對啊 就有人在門打來 你們聲音 有 好 我們下一位老師 我剛剛請教 想請他教我 他專門教人家 電話行銷的 林友田林老師 大家好 第二塊來講 黃金萬兩 黃金萬兩 只要嘴巴甜 聲音美 讓顧客買單 賺錢真的很簡單 來 謝謝 老師值得 學一下 接下來兩位 都是林老師的高材生 而且真的就是 破百萬年薪的銷售員 首先第一位 是TOP銷售員 LISA 被客戶掛電話 是家常電飯 保持正確的心態 你也可以 年薪百萬 歡迎LISA 真好棒 下一位 也是資深的 保險經紀人 陳威霖 李威霖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威霖 如果你的口才很好 可以邏輯很清楚 就可以輕輕鬆鬆 百萬年薪 真的不僅細 百萬年薪是很好的 關鍵就是打電話而已 光講講電話 對 林老師你是幫忙 訓練這些服務人員的嗎 國內大概知名的公司 電話行銷單都是我教的 那現在交電話行銷老師 也大概都是 我把他帶出來的 我師工了嘛 師工 師工 不要叫師工 做培訓工作很久了 三四十年了 好早之前 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就把電話行銷 美國那一套 把搬進來本土化之後 就交了很多知名的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 包括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特別多 還有貨運公司 還有電腦公司 因為今天我們鎖定說 百萬年薪 我覺得應該不值吧 不值百萬 百萬是小卡啦 小卡 對 小卡 如果是ABCB卡的話 那個大概它算C卡啦 A卡多少 大概是八位數字吧 千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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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絕對 絕對有這些人 你就打電話銷售而已 對 八位數字 如果大家怎麼看起來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很安逸 我們補充一下吧 我們要做電話行銷 我們要做電話行銷 第一個 第一個 心態要好好不好 我們心態超好的 心態好的 心態好的舉手 誰心態好 現在我們這邊心態都健康 小心 請只看我們這兩位就好 真的 不要看那邊 好不好 我們心態非常好 我們先選一選 各位 他們已經斷布了好不好 你們在哪裡 我為什麼沒看到 你們在哪裡 中文哥不要公開 你說心態好是不是 心態好 第一個我要講一下吧 什麼叫心態好 心態好就是人有積極跟消極的 兩種選法對不對 對 像今天我們錄節目大家是積極還是消極啊 積極啊 我們這邊積極啊 攝影大哥是蠻消極的 那 各位 長很久 什麼叫積極先 拿起電話那一刻好不好 就想到 就想到了 錢 show me the money 一個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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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目標明確 就是你目標很明確 你只要想到 我打通電話會賺多少錢 我現在去教個方法 好吧 我們假如說你一天打一百通 好吧 打一百通 一百通是非常大量的一個數字 好不好 真的很大量 我假設一百通 好不好 頭一百通電話 你打下去 然後持續打下去 假如說我告訴你 一天你可以賺一萬塊錢 好 那成交幾個case 當然要看成交率跟成交金額來看 對不對 但是你算一下說 我一天打一百通 可以賺一萬塊錢 所以 各位幫我算一下 一通電話可以賺多少錢 有出聲音 沒出聲音 沒出聲音 沒出聲音啊 有出聲音都不管他 好不好 他只要把電話掛掉 去告訴自己 好 那就賺一百 那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先準備好一萬塊錢好不好 一萬塊錢先準備好啊 然後準備一百張一萬塊錢 擺在這邊 電話擺下去的時候 把一張拿過來 今天賺到了 先來看看大家平常有接多少通這種行銷電話 你們都有經驗嗎 有啊 像我大概最多一天會交大概三通電話 那兩到三通其實蠻多 因為我常會申請帳號 所以我常會流電話出去 然後那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打一張 哈囉你好全是達達嗎 然後就很像朋友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 我是什麼人壽的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我在忙 我說拜託啦 我剩下就是只有一個 我今天假如做五十個溫泉調查 我就可以下班了 拜託啦 然後就給我三分鐘就好 然後講講講講 十分鐘就過去囉 然後就說 欸可不可以約你出來吃個飯 然後就 喔好 下次就真的跟他約的時間出來吃個飯 然後吃完一頓飯之後 吃飯 好好約喔 真的 那二十年無上限的那個中神醫療 應該現在女生的聲音很甜美 對啊 女生然後她很活潑 然後就 長得怎麼樣 見面以後長到這個 就有一種 就覺得很面善啦 就覺得很舒服的一個女生長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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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默默 就這樣一年就交兩萬塊錢 就為了她的那個 真的有成功案例 有成功案例 對啊 其實很容易啊 他們其實只要願意聽就OK了 意外的話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有因緣 有喔 真的有喔 沒有因緣 見面以後就 打電話跟買 大樂透一樣好不好 欸有時候剛好就給你中了 中 真的假的 就中了 打電話是 靠運氣的行業 對 可是很容易像他這樣打打 隨便約就出來見面 可是 可是 你應該是沒有這樣吧 知道因緣 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在做電話的行銷的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接到他同一間公司打來給他行銷的 然後想說跟他玩好了玩一下 然後就兩個人就互打然後聊得很開心 之後他們就聊一些工作辛酸談 然後之後就交往 就在一起了 就他們是不同公司的 但是他們是賣一樣的東西 然後之後他們兩個就接到對方的電話之後 然後就聊開然後就在一起 很容易欸 很容易欸 可以你一天接幾通 我不要 我跟你講每天一定最少一到兩通 那我們算一個禮拜十幾二十通一定 大家一定都會接過 好像都會 對啊最常是信貸 然後什麼好再來就是什麼 半信用卡 對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想說 我也有一組門號你要不要 跟你的門號只差幾個字 那一種之類的 然後我以為是真的 就人生的罩門就是封兇藥 我過名接到封兇藥的電話 他怎麼知道你 他怎麼知道你需要呢 好啦我以前在第四台買過 可能有調過資料 資料 然後他們可能就 人單被同行互相傳 對然後就搜索到 然後他打給我跟我說 林小姐我跟你想 現在優惠一盒啊三六八零 我看你以前曾經買過紀錄 跟你講兩盒五千就好 然後你如果買四盒的話 一萬再多送你一盒 我聽了我想說媽 怎麼這麼划算的事情 怎麼可能購買 然後這樣講一個 媽呀 沒有沒有沒有 媽呀 媽呀 我想說這麼這麼划算 而且又介紹一到 都那麼 detail 這胸部一定大 我就立刻買了 花了一萬塊 有效嗎 沒有看現在 那小姑呢 有一次我在睡夢中 然後就有一個保險公司 然後一直打電話來 然後因為我很想睡覺 她就說 欸芬小姐就是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加這個保險啊 就是一天你只要加十幾塊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什麼保險 然後我就覺得她很煩 我就很想睡覺 就說喔好啦好啦好啦 然後就說真的嗎 真的好嗎 就說對啦好啦好啦 後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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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月底接到帳單 就一個月竟然多了一千多塊 真的 這樣口頭答應算成交嗎 這樣就OK嗎 對啊 口頭答應也是 這樣你們口頭答應就算成交 成交 那是一個好的事情嘛 那還在追嘛 還在繼續在追 那是因為憑什麼認證 電話錄音嗎 不 有種有電話錄音 有種是沒有的 就你會給他資料了嗎 從商場的規則來講 其實已經算成交了 成交不一定要輸滅嘛 口頭是一種成交 對啊 我覺得大部分人 是傾向於遵守承諾的 大部分 他這個叫什麼 我剛說的Cold Call 是指開發電話 對 就是你先接觸第一次 他因為你留資料跟你見面 那成功機率就很高了 對 對不對 天南這邊有沒有被說服 買高價品的 有那種銷售員打電話 然後會給我 然後跟我說要幫我買基金 然後一開始都不懂 他就說現在買基金啊 獲利很高啊什麼 結果我就花了六萬塊買 然後沒想到 事實上有問題 真的一次給他六萬塊 白蘭市的嗎 白蘭市的嗎 我是那種基金啊 我不是白蘭市喔 我不是白蘭市喔 貴格也有出事啦 不是啦 他買的是這種險金的 好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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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為有那個 他有那個 我自己在用的是美國運動卡 所以他那個 他們就有那個 他就有一個 康差人壽 然後他們好像跟他有合作 然後有我們的名單 然後就打電話我來 然後打電話我來 然後打電話來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我知道 林先生你好 我知道你很忙 都在飛行 我知道你什麼保險都有 但是你一定沒有醫療險 然後你給我一分鐘 我給你一輩子的平安 唉唷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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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可以兩輩子的平安 好可怕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飛行 我們也會擔心說自己的 對 對 對 那種安危 可是高能看起來不像那麼容易上高的人 我就高那麼一次啊 一百萬嗎 一百萬 一百萬 超高價 然後他就fax過來 他是男的女的 女的 很會講話嗎 但是不是 我要講的不是妹妹那種 就是 就是稍微一點 也不是說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會 很會去跟你去溝通那種狀況 然後就知道 他也直接跟你講說 你很忙 你只要給我一分鐘 不過講到就是保險業者 是不是每天都很多負面的那種 被拒絕的那種 會 會來累積那種負面的能量 就是自己要調整正確的一個心態 嗯 因為有一個專家不是說嗎 你每打十分 每打十個客戶就會成交一個 所以當你被拒絕跟失敗的時候 他是說追求失敗 一般我們都是追求成功嘛 追求失敗的過程當中 是你每被拒絕一次 那你就距離成功 更接近成功了 對 正面的成功 對 那你 你入保險業多久 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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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電話 就是打電話 這是我剛剛說的 冷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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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二啦 空二之後見面 空二之後見面 對 這種最難了 這很難年 不會 那你是最厲害 請問你年薪多少 可以講嗎 我年薪千萬過 那你是你們那個業界算是應該有排名的 初期的時候是百萬 然後慢慢慢慢就好 一百萬 初期 像你這樣子 像慢慢講話 慢慢講話也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們急什麼啊 我年薪千萬 我想要慢慢講了 超強電話 行銷員一筆交易 創天價 你曾經一筆電話 一通電話 成交過多少錢 對 電話成交 最高的是一個20 我媽以前去拉保險 真的 我媽媽以前在國泰人壽 你媽很適合很親切 你知道嗎 她就 她說她會從那個 一開始入行 從同學嘛 對 或者自己親朋友 對 她說同學以往啊 聽到保險的話 她就按電鈴 因為以前手機沒有那麼通 對啊 然後按電鈴之後 我媽媽在外面等喔 等對方就是不開門 因為她就怕見面 因為人見面三分請嘛 對啊 然後就明明在家 她也不開門 然後打電話給妳 她也不接 因為她知道 妳要對她有所那個企圖 所以這時候要越挫越勇對不對 對 就是那時候 我覺得那個很煎熬 那段日子 如果你沒調整的話 對 哪來的年薪千萬 對啊 所以她這個一百萬 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 妳曾經一筆電話 一通電話 成交過多少錢 對 電話成交 最高的是一個二十六萬 一次成交 但是之後 有一些轉介出來的 有成交過一百二十萬 哇 十萬好高喔 所以延續這樣子加碼上去 之前我新生最離譜 因為她常常買有的沒的 只要電話打來 她都很愛跟人家聊 很容易上當 因為妳先生算是很好的 我先生很害怕 人很好的對不對 很好聊 然後她就跟人家聊 我就說你聊那麼久幹嘛 電話掛下來啦 她就說她想聽聽她的話術 她想學 學到老的那種事 妳來學她 蠻有梗的耶 妳先生 超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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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做普教也是要宣傳 她就聽她怎麼想她可以學 可是每次學人 妳自己都先中招 對啊 沒事了啦 妳們在學 講學費講學費 最離譜的是她前陣子買 就是我們說 私上這樣是不是蠻遜的 想要學人家 還消費這樣子 我說那妳學就好 妳可以掛掉不要買 她說給人家講那麼久不好意思啦 先進的最離譜就是買那個什麼 零菇塔 那種一個位子 金寶山 對 這可以看到山那種嗎 位置 就是有面三面還 不少錢就對了 被我唸了一個禮拜 她是買給誰 沒有啊 原來妳唸她是不是她買給妳 什麼意思啊 我還沒覺得妳買馬里的 她如果是買對不對 什麼香叉兒給妳 妳大概不會唸她一個禮拜 當然 對啊 因為我心裡面決定我要住哪 就是她就是每個位子都 而且她還不知道妳喜歡好位子 對啊 她有在妳旁邊嗎 沒有 生前契約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不過這個也是從這個 這是好概念 就是這樣打出來的 可是怎麼可以在電話裡面 買到生前契約 可以啊 一般不都介紹 這個很多人都介紹 那這種很難啟齒 這個 有時候沒弄好 觸眉頭 他都幹掉妳 像我就很忌諱這種東西 會罵的 每種人都有 我們來看一看 第一種人是 妳對她的理由是 我要很麻煩再開會 我沒空挂電話 對啊 最值得用的 我們有信 只值得用的 因為這個是最不傷她心的 對 直接接起來 她說我這邊某某信到 我現在沒空 然後電話就掛斷 妳也不用等她回憶 妳直接把她掛斷電話 她就可以再下 就是可以再開始下一個客人 可是如果妳說 我現在沒空 然後兩個人僵在那裡 她不知道她要接什麼 因為她是說妳沒空 馬上掛電話 妳們會傷到嗎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會受傷 因為我 對 她是OK的 因為妳表達得很明顯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呢 就是 她就打來 然後我就說 她就說 我這邊某某信在什麼 還沒講完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 她說 可是我還沒講完 然後我就說 妳不用講 可我都知道 她就很受傷 她說怎麼可能 她說妳是王思佳小姐 我不是 我是王思春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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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換她 很受傷 對 好可憐 真的 我常接到一個 要賣那個 音樂 什麼 幾零年代金曲 幾零年代金曲 那種 我有一次就是 一個女孩子打來 她聲音就是 跟徐薇老師一樣 很甜美 非常甜美 會有點黏 會有點黏住 然後她就打來 然後我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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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賣聲買 我都願意 OK 結果她打來 我聲音第一次 其實就已經中招了 但是我還是跟她講說 我沒這個預算 我不要買 結果她第二通又打來 然後打來的時候呢 她就說沒關係 不買沒關係 但我先放音樂給你聽 你知道嗎 她一放那種 六七零年代的金曲 那個 你的回憶就到那裡 也沒把它滑下來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那場就有一場遊戲 一場夢 對我就對於這個 這個妹做的這個事情 覺得她很有梗 會被感動到 結果後來呢 接下來呢 她第三件她做的事情 她說你不要買沒關係 我唱給你聽就好 結果她那時候 她就唱那個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唱完我就說我買了 真的是被她全意的 唱歌這一道 沒有 然後徐薇老師不能用唱歌 唱歌這一道 你戳我眉頭啊 不行 她沒有要你買 她就說我唱給你聽 我就買了 真的很甜啊 就買70年代 買70年代金曲 兩千多塊 然後買完畢之後呢 送貨要留電話 我就不方便留我自己的 我就留我太太的 就留我老婆電話之後呢 寄來了 後來我就發現 怎麼過了一陣子 我發現我太太常常 在那邊跟人家講話 然後我就會問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她說就一直有人打電話來 推銷金曲 什麼這些東西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然後我就說我已經買了 我說老婆70年代我已經買了 她說蛤怎麼辦 你看 我現在又買了80 90 什麼金歌金曲 然後還有什麼 最新流行什麼 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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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就會 一直把資料傳給你 你有沒有發現 男人呢 中的是那個FU 對 女人就是你一直干擾她 一直騷擾她 然後用價格 對 所以我只拜了70 她就809010 全部都買了 你講男人最有用的是什麼 說她是老大 說她是老闆 然後說她要照顧全家 就會 就很有用 男生就那種 英雄主義 對 有人生喜 對 我應該這麼做 對不對 兩位主持人我想起來了 她那時候 唱給我聽 然後完畢之後她說 哎呀先生 其實喔 我聽你講話的聲音就知道 你唱歌一定比我還好聽 不是 在講話就不行 對啊 他把你推到那個位置上 真的他把你拱上去了 把你拱到雲端 對啊 都沒台階下了 所以在做電話行銷的時候 FU OK了 可以接了 就是這關過的時候好不好 要先學會讚美 那我教他們要讚美 至少30秒 哎呦 如果可以的話 讚美三個點 一個點他就很糟糕了 三個點他就大概 手手撐城 其實林老師跟我們講 電話銷售就是要說對方愛聽的話 對 這是重點的 要捧對方 我覺得同理心很重要 就是 跟他是一樣的 對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說 我很忙在開會沒空掛電話 我寧可 我們剛開始很急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全部都以錢為導向 你走不下去 我寧可相信我的客人真的在忙 因為其實坦白說 你有時候常常在開會的時候 在做捷運的時候 在處理很多事情 人家電話就來了 對 那其實坦白說 他跟你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他也不會 有時候他認為 你電話來他會煩 因為他可能正在煩他自己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相信客人真的在開會 他真的在忙 那你會回答給他 我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抱歉我打擾你了 然後我就會馬上傳簡訊給他 比如說我 我有一個案子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有一個 我剛好我就打電話過去 然後就一個先生接著 他說對不起我在開會 他就掛了 我就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剛剛很冒昧地打擾到你的時間 那我本身是做 我是一名健康顧問 那我想要對你做一個幾分鐘的 簡短的這個電話訪問 那我不知道你什麼時間方便 那你希望我是在中午的時候打給你 還是在下班的時候 六點以後打給你 那你方便給我幾分鐘嗎 那我就是我期待就是能夠跟你建立一個聯絡 那祝福你 那我就會把這個點訊發了 那發了以後呢 我大概在六點到六點半用餐時間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真的打給他 那他就會很錯愕 那我說不好意思先生 我就是那個很很冒昧打擾你的 剛剛那位做那個就是電話行銷的小姐 然後我本身是做健康顧問 我剛剛有發簡訊給你 還有印象嗎 他就會覺得說 有那你找我什麼事 那我才跟他聊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造成人家的不方便 同理心 對我覺得同理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你知道 有時候人家說 你應該要講個善意的謊言 我覺得善意的謊言有時候是殘忍的 還不如斷然拒絕 讓人家以為你還有希望 我們看看我們對行銷人員 還曾經做過哪些殘忍的事 沒錢沒錢 這沒錢 一杯奶茶出不起 這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直接嗆 直接跟對方講沒錢 你要的是我的錢 但是我沒有錢給你 這是蠻直接的啊 因為我比較心軟 所以我很怕 你像我掛電話 其實我做不到 不忍心 然後你像我說 跟他講很多理由 我也沒辦法 我覺得最直接跟他說 我沒有錢 所以你就不用花時間 他接到我做 我就直接說 可是我身上沒有錢 可是像保險 他會說 那我幫你計算 你可以怎樣怎樣 幫你省到錢 然後講到最後 他會講很久 然後最後 我都跟他說我就是沒錢 他就覺得我很可憐 他說 我覺得你的聲音還不錯聽 你也不然來做我們的電話行程 我要揪你了這樣子 真的 給你機會了對不對 我短短講一個 我有一次也是接到那個理財的 他就跟我講說 要基金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錢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 先生 你知道你為什麼沒錢嗎 就是因為你不會理財 你真的要好好聽我講一分鐘 你知道 我被他這句話給震住 激到了 激到了 這算有技巧 沒有我心裡想 訪問 我心裡想 我只是個藉口 而且我有一個固定的 你又不是真的沒錢 對啊 而且我有一個 我是真的沒錢 而且兩位只能知道 我有一個固定的 理財型的節目在上 我心裡想 你會比我厲害嗎 他真的比我厲害 他真的比我專業 他告訴我 就跟私上一樣 就怎樣了解對方 到底是搞什麼 我覺得 前面三位專家講到一個 我們除了希望被捧 被捧理型 還有一個 你比我還厲害 我就認了 我扶你 男人是這樣 我覺得 扶你 專業槍專業的時候 對 所以 不過說句實話 現在講是電話行銷 所以其實聲音的魔力 是很關鍵的對不對 林老師 這個很重要 聲音太重要了 這是個賣聲的行業 賣聲 聲音 聲音的聲 發恩 恩 聲 不要嚇一跳 聲聲 因為這個行業人都常常會講這個梗 明白嗎 這是賣聲音的行業 我知道就像補師班老師都說我接多少課 有 老梗 老梗 賣聲居客 一樣 一樣 我們主持人也好 歌星也好 電話行銷也好 都賣什麼呢 基本款嘛 聲音一定要行嘛 對不對 有個女孩子 有個女孩子 她叫做電銷媽媽 她賣什麼東西 賣什麼東西 賣兒童教材 兒童教材 那一套 鑽子很流行 一套 對朋友包括他們的東西 好貴 好貴 當我講不是美語 還有蛤蜊蜊一大堆 一大堆的東西 那一套這樣 蛤蜊蜊一弄起來 我看五萬八萬十萬 我不等 我的都幾千塊 我跟你講 我覺得都很便宜 而且老師是好用的 你的便宜好賣 我講的這個很難賣的 那個很難賣 很難賣 打電話去 每個媽媽都說 沒錢 怎麼都漲 只有薪水沒漲 真的已經沒有錢了 還是那句話 你希望你的孩子 以後跟你一樣沒錢嗎 我媽就是這樣 我跟自己一樣 我跟自己一樣 忘紫成龍忘拿成鳳 好 打到主餐裡 真的 所以很重要 關鍵語很重要 電腦講關鍵字 電話行銷就什麼 關鍵字 關鍵字 或者關鍵句 很重要 這一句是關鍵的 對 對 像我媽以前就是這樣 從那個國語日報有沒有 一份一份訂 然後到裝訂成特 他每次都說 我們家已經很多 他說太太這套你們家一定沒有 今年才新出的 你知道那種媽媽們 一天要那種小孩子會好了 然後因為重點是 我們家有三個 三個可以輪著看 所以那種一講完 滿划算的 對 所以他只要講說 你之前都訂過 然後你老客戶什麼的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再幫你送到家 所以那教材你就 姐姐用完就用完 對啊 就這樣一個一個傳一個 給你用的話應該是 但是沒什麼用 很新 一通電話居然讓人想要換工作 我們這現在有一套的教材 不貴 大概買起來四萬多 可以在家裡看 你可以來學校聽 戴耳機 沒有人吵你自己自修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吃媽媽弄小孩 絕對沒有錯 真的 我算理性的喔 自己還做補教的喔 對 我只要接到這種宣傳單或電話 說給小孩子的 買 就對你兒子有幫助的 一定買 一定買就重 所以媽媽都是這樣 吃的營養品 學習的教 就一定有用 很恐怖 算是關鍵語 關鍵語 對 心理面 給你一個夢這個面 之前就是有接過那種 賣高普考教材 然後他一打來喔 他不直接說 他是賣高普考教材 他就打來他就說 先生你好 我是做那個工作調查 你現在有職業嗎 然後接下來說 你現在薪水大概多少 那這個 因為你覺得只是個調查 你就配合他做 所以你就不會說自己沒空 等到後來 他講到越來越長的時候 你說你沒空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 有一點矛盾 所以你就聽嘛 結果他就講說 我告訴你啊 還是做公務人員最好 他就開始給你洗腦 鐵飯碗 我們這現在有一套的教材 不貴 大概買起來四萬多 可以在家裡看 也可以來學校聽 戴耳機 沒有人抄你 自己自修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就開始講啊 這個這個這個現在 基本起薪才多少 講著講著 你本來喔 你沒有失業的 但是你的工作 也覺得還OK的 被他這麼一講 你突然想換工作了 真的 你就會覺得說 他怎麼被他這樣 怎麼這麼簡單 因為我接 一通電話想要換工作 就是說 我接電話的我那個 那位朋友 他本來是一個加油站的 儲備的一個副站長 一個月大概差不多 三萬三三萬四 就被他講 講講講講 他心中就弄出一個 喔對 將來我要在中油 我要當那個八萬塊的公務員 但我要先考慶高考 還是什麼的 四萬塊就敗下去 那一套書 好像現在在我表弟那兒吧 真的 真的 但我覺得書至少還十隻 你知道像我還有接過 就那種健身房 喔對 就那種叫你買 對 他就是說你先來試用 七天 然後一個月怎麼樣 然後什麼七天什麼的 大部分辦健身房的 都撩 對 因為你本身就是能有惰性你知道嗎 對 離家遠 因為你就想說 我已經買了 那我換算 而且我跟你講 他就是說你現在買 一天只要到五十塊 你看看你一天五十塊喔 你就可以讓你的身材變得多好多好 而且你這次什麼課都可以上 就覺得對才五十 你買了嗎 我買了啊 五十啊 兩次 老師你也買過 我就跟你說 我買啊 那個靈國塔還不是我最生氣的事 最生氣的 很生氣 很生氣 怎麼樣 你老公買了 連續你記得幾年前 連續兩家倒掉 對 一個四個字的 一個兩個字的 大家有印象嗎 有 兩家都買 而且沒有問我 而且沒有問我 都買三年的 你知道多少錢嗎 二十五萬兩個人是五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一次付嗎 他就是三年一次付啊 他就是這樣說 然後是 你每天都來游泳三溫暖來幹嘛 平均一千才多少錢 要游泳 十萬的 還沒想完 還有 最生氣的是 你買完沒有多久 他就 沒有消費到 都沒有消費到 那你可以把器材拿回來可不可以 他最後來起來 給你換一道那什麼洗髮精 什麼沒有用的東西 你就倒掉了嘛 你就可以練 拿一個槓片也好啊 真的嗎 就等回來 就專注回來啊 我現在知道你是電話銷售 因為我先生每次只要打架他很有興趣的結 跟人家聊得好高興 最後他都中 你老公電話多少 他都中了 我們來看第三種是什麼呢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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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以退為進這招 好強喔 環遊世界那天 我們才做過一體 四百多萬的頂級旅遊 對啊 輕輕鬆鬆 事實上是 我是有遇過有一個 他可能是剛進這一行 然後他打來 然後被我拒絕 對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沒有空 他就 蛤 你現在沒有空喔 可是你已經是今天第三十幾個拒絕我的人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這麼悲情啊 然後我就說 那你還好嗎 我就跟他聊起來 有同情心 專心啊 你不專心 然後我就說 你看起來不像會有同情心的人了 不是 因為你知道他有點哽咽 你知道嗎 然後又是個陌生人 然後他就是那種 天啊就很年輕的人 你平常是會喜歡欺負小動物的人 唉 亂架 我不是那種人 然後結果呢 他就說 你已經是第三十幾個拒絕我的人 然後那我就下意識 就脫口而出 然後我就說 你還好吧 然後他就 叹了一口氣 他就說 没有就很累啊 然后等到我就说 你每天都要这样被人家拒绝 他说我很习惯 然后他就说那 谢谢你就是还关心我这样 我想说哇怎么会这样 就两个有点在你这样聊起来 就好像朋友这样 我曾经遇过来推销年菜 年菜 年菜 年菜也蛮方便的啊 他就打来他就说先生快过年了 你有需要年菜的服务吗 我们还有宅配 而且我们绝对新鲜菜色很多 然后结果呢 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我不需要 就正要挂的时候 他说可是我一听到他 可是我刚好那时候快过年了 那心就软了 当然他是女孩子 我曾经认识 他心软之后 可是我点点点 哇那个小说代序的感觉 而且一言又止刻刻 可是 可是 你怎么 一般换及我那段回忆 一般的剧本 可是我 可是我 就很想继续 演员演起来就好像一样 只有黑人是我 对 很浮夸的 对对对 只有黑人你知道我回他什么吗 什么 我竟然马上问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勇气 我马上问说 有什么菜 没有 我然后说你是哪里人 啊 你聊了 是李宁人 对对对对 已经忘了年菜的事了 这么放感情 不是就突然就你就把他想当朋友 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嘛 就他就想说 他是高雄的左营人 哎呦哇 对 然后我就说 你说那你在哪里上班 他说他在台北 我说那你应该很想家吧 他就说对 然后我就说 你这样一个月代断多少钱 然后我就开始问他就是 包括他家里的状况 他的薪水 他现在几岁要买到后来 人有 你把人家叫后来 听讲中国这种 这种大男人的肩膀情节就来了 对 你不知道了解太多 因为其实记者本来就 他去特种行业就专门去帮人家俗生杯酒 没错 没错 喝两杯酒就好了 俗生不好吃吗 你需要什么 特种行业很多都说 你是看梦讲 不是说俗生的 我甚至问到他念哪个学校的 因为记者就是喜欢去调查别人 就讲着讲着 他真的就哭了 你知道为什么 过年期间 这也是林老师教的吧 迷香背景 在台北做事 然后这个时候 本来他也没那么寂寞的 但被你这么一讲 美逢佳节背思 他真的就掉下眼 他后来挂电话 才跟我说谢谢 买了吗 那你买了没 没 还是没买 我又不需要年快 他买了两套多 四海一家棒餐 真的是 那你在听他说 他要乐见一点 而且你好歹来就五看一趟吧 可是你们说 佛心来我有安慰到他 我真的安慰到他 但是你没有死 对 你要是安慰啊 你干嘛这样 人家挂电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要想到你跟我阿威 有然后我还不 然后你还不买 我就骂你三十几 我跟他讲 挂电话的时候是哭着 而且有说谢谢啊 他有 还是因为我没买 他哭了 就是因为你没买 人家太多时间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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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下一种是什么 我就爱挑三减四 你的产品真不好 不过有时候我们有听过说 闲货才是买货的 对啊 我讲了这么久的时间 那就像刚刚徐月老师在讲的 闲货才是买货人 我相信 因为我是在健康产业 我说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健康观念的人 这样好吗 我呢 我会把收集器相关的资料提供你做个参考 买不买都没有关系 好 您方便给我你的mail吗 我就开始问了 我说我 今天我跟你讲的东西完全不会让你包吵热水的压力 你放心 结果他就给我了 给我了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大概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你看一下 我大概在后天的时候打电话给你 结果他就看了 他真的看了 他真的看了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一个唯一让我觉得没有压力的人 因为我卖东西我不太喜欢给人家压力 就像人家给我压力我也会受不了 那结果这个客人就是也是顺利成交 教授 与退为进 因为他们喜欢 不喜欢被强迫推销 他自己看 电话行销压力大 他们竟然是这样输压的 还有他们公司一个新的规定 有一个规定 老板说 如果你不愉快 你不爽 你就站起来唱 我一定没成功 然后旁边的人一定要跟着上 成功 我们看最后一个什么呢 刚好我现在有空 我就来故意整整你 打打会这样子 导弹王啊 最之前有一次让电话行销打了 因为就很烦 他就打来说 喂你好我们是什么公司 然后我们有什么产品 我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大声一点 我这边听不到 我说喂你好我们这边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还是听不见 你好我们这样这边是 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可以再大声一点吗 他说啊我们这我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吗 我说哦可以那我很忙 谢谢拜拜 然后就不好跳 好好跳 这个才坏 这个才坏 你看到这种怎么办 林老师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任何打电话 包括老手 新手都一样 一百通里面 大概有三十通是 无厘头的电话 三十还是三十 三十 三十 所以心理做准备 心态是最重要的 所以遇到 会伤得了你们吗 训练过就不会被伤了吧 但是训练是一个很苦的过程 跟到少林寺去练武功一样 要去挑水 要去砍柴 要去跑步一样 那经过一段训练过程 心灌满坏之身嘛 所以跟他讲 数字很重要 你知道 十通里面有 三通是不OK的吧 你就要很快速的把它放下去 很多事情应该放下 明白吗 变化也应该放下 Cone也会这样吗 对 我遇到的是 因为我发现他们 就你接过几次 你要跟他讲说 你在开会 然后 我觉得他们有那种 专业话术 就是说他们 他们很会把 其实那个问题 其实是是非题 但他变成选择题给你 他就是说 其实我现在可能 我不想讲电话了 但是明明我们的回答是 不 就是say no 他会跟你讲说 请问我是下午 还是傍晚再打电话 他变成 在跟你约时间了 他就会把那个问题 给导过来 变成是非题 变成选择题 然后后来 后来慢慢 我就发现有这种状况了 然后自己也是做业务嘛 我就跟他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过来 然后有时候就跟他说 要把你寄资料过来 然后后来就刚好桌上有资料 那办公室打电话来 然后桌上有资料 我就说 我也是哪一家公司 小姐你要不要顺便参考一下 我们家 我访问了 我就照照他上面的面 也现在电话里面 他这一招就是 有人跟你借钱的时候 你跟他说 我正准备要给你调窃 这样他马上就打 这个聪明 我想补充一点 我觉得电话行销 也是一个正当的工作 那如果他没有冒犯到你 我们倒也不用回诊 除非他一直闹你 那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电话行销人员 他也的确遇过了一些 比方说对方口气很差 或者是恶整的情况 你知道吗 他在他的电脑前面 他真的贴了一个死老梗的一句话 叫做天将将大任 他真的放了 哇你背的很好 对因为这个 我以前也常常 对着主管在讲这句话 那所以呢 他就放这个来安慰自己 每背骂一通 他就看一次 所以他背的很熟 还有他们公司 一个新的规定 有一个规定 老板说 如果你不愉快 你不爽 你就站起来唱 我一定会成功 然后旁边的人一定要跟着唱 成功 成功 就是规定 你不一定要有表情 问题是你站起来 没有人要帮你唱 不是很尴尬 大家都会 就是你不一定要 遇到大家都知道 他站起来的时候旁边刚好有人在讲电话 也是 成功 成功 正在讲电话的不用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这行有苦难言 所以老板让他们这样子 出发一下情绪 所以我觉得啦 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互重 我觉得季纳还是 就是不要为难人家 或让对方难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接受太多的诈骗的 接到太多电话 对 因为人之间那个 互信的门就关起来了 对 其实我们在做电话行销 以前是真的很好做 那现在因为资讯太发达了 其实你电视里面怎么吃 你都会接到这种的东西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做 他有他的空间 就是真诚的 我今天谢谢几位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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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